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致名傳會記者羅馬洛在他的個人專欄中 傾到馬迪爾和麥加雅在曼聯的未來 羅馬洛表示麥加雅在這個夏天 確實曾經有機會離開曼聯 雖然現在他和韋詩咸仍然傳出緋聞 但據他了解兩支球會 目前並未就麥加雅進行任何接觸或報價 他會在12月份再跟進情況 就目前的情況離開雙方並沒有接觸 羅馬洛認為麥加雅的離隊可能會很重要 因為他之前也有報導過 曼聯有意在明年夏天引了一名新的中堅 另外關於馬迪爾在曼聯的未來也有新的傳聞 據他了解如果有重要的報價出現 馬迪爾可以在這個冬季轉會槍離隊 就算真的沒有任何的報價 曼聯亦樂意留下馬迪爾作為輪換球員 實際上馬迪爾在這個夏天 從未接近離開曼聯 因為球會從未收到任何重要報價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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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